小鬼一塊去嘛 我們知道河岸留言很多都是 有沒有 有在那邊 有在拉扯了現在 人家在唱歌喔 你在那邊喝到嗨 喝到貓 然後站在台上變成這樣 你不覺得瞎嗎 有誰比他瞎啊 小鬼上去要拉他 他拳打腳踢一陣翻滾 大家才把他拖下來 這個讓我想起那一年香港的畫面 對 我正要講 有朝隔喔 每一次出現的畫面都是不清醒的 真的耶 我真的沒有記憶中他比較清醒的時候 上一次是測田 各位記得嗎 他的好朋友在下方 我的狗仔朋友我真的給你按個讚 你怎麼可以拍到這個畫面 真厲害 他原先已經喝醉了 在那個你知道夜店裡面已經全打腳踢了 他被朋友拉開 拉開之後兩個就坐上計程車有沒有 那狗仔就跟著他們坐了車 結果他中間喔 他叫那個車停下來 因為他受不了了 曹哥他下車 路邊有一個像那個 你知道就是那個故障的那個東西有沒有 他把他整個抄起那個傢伙 啪就丟耶 然後丟了之後 不是 他把那個測田拉下來之後 全打腳踢 那一則新聞 那一則新聞後來瞎到喔 第一 你為什麼要對測田這樣又愛又恨呢 好奇怪 因為你們兩個是罵警嘛 言下之意是 所以當時香港還傳出來說是什麼吃醋 但瞎 真的還蠻瞎的 蠻瞎的 有沒有 好各位 曹哥這個人很有才華 不要忘了背叛這首歌到現在 真的是很有才華一個音樂人 可是你不要我們每次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真的 為什麼每次看到都一群人在拉他 是不是 何必把自己喝成這樣 對啊 而且這一次喔 喝完了 他還po文上去說 不完了 嗯 喔真的啊 他沒有說不喝了 他應該是不喝了吧 他說 I'm out 不玩了 他是不玩音樂還是不喝酒 他的意思應該是不喝酒 大家的解讀是說 應該是跟太太吵架了 是不是婚姻也有一些狀況 那也有一些解讀是說 他會不會就是不玩了 我退出演藝圈可以吧 因為跟測田的這件事情 當時劉德華說過他 意思是說 你如果改不了這個習慣 你乾脆真的就不要玩了 意思是說 真的要對自己要尊重 對 你知道不要再這樣 連劉德華都看不下去 覺得 你怎麼搞的 對啊 這樣真的還蠻瞎的 而且 他生了孩子之後 我記得有一篇人物專訪有沒有 他還覺得說 當海嘯過後 我就像重生一樣 所以現在是新的曹閣了 怎麼我看到不是新的呢 我們就過一天算一天 然後他怎麼這樣呢 所以盛梅姐選人最瞎男主角是曹哥 瞎到爆了 對啊 曹哥不要再喝酒了啦 這樣對身體很不好 那接下來呢是玉琳哥 聽說你的答案說出來 大家一定超有感覺的 真的有主題型嗎 我是不知道 等一下我舉牌你要唱歌 我幫你看 要順便一雙 要順便一雙 這個人是誰呢 全民一定都有共識的 一 二 三 高震麗董事長 好 來好 好 上 順便上 海棉寶寶 海棉寶寶 你有在唱嗎 你在講話嗎 他是Rap吧 他是Rap是不是 你是在講話來唱歌啊 好的 確實 高震麗董事長 我說的比唱得好聽 高震麗董事長 確實是海棉寶寶的忠實觀眾 因為有員工指控 他是謝老闆 謝老闆 謝老闆這對員工超壞的 他說那個 這個高董呢 讓他們呢 連續上班108天 每天工作超過12個小時 然後還用各種明目來扣他們薪水 這樣不行耶 所以他覺得他是謝老闆 那高震麗呢 就是這一波這個大桶黑心油事件 董事長 剛開始出來的時候 不是還陣陣有詞嗎 對 他說哎呀 那個什麼混油 那個是我們油在製造過程當中 混到那個管子裡面 台灣人不懂 然後後來被驗出 哎呦 橄欖油 橄欖油呢 原來成分呢 他也不是純的橄欖油 他加的各式各樣的油 欸 那加的各式各樣油 為什麼還會有這麼漂亮的這個 橄欖色呢 原來他加的銅葉綠素 然後他就說銅葉綠素他還指責我們 說銅葉綠素 這個在國外 是高級健康薯品 欸 不會 趁這個時候 他高級健康薯品 他有這麼說 對有啊 他很生氣耶 然後來專家說銅葉綠素呢 不是不能加 那是加在食品上面 口香糖 或者是海帶這一類的可以 但是呢 各國都不允許把這個銅葉綠素呢 加在這個食用的油脂裡面 是啊 食用類油脂因為會產生什麼樣化學變化 目前的研究報告還不知道 真的 那也許有害 所以是不能加的 不能加 然後他多才多藝 有一次呢 就被記者呢 那個踢爆他 欸很厲害 演技高竿 他能夠一秒鐘裝病 怎麼可能 欸 事發第幾天以後呢 那記者想說 欸他怎麼神癮了 所以想說要問問他 到底近況好不好 欸 那因為 這個高董的手機上面不會有記者的電話嗎 欸有人打來了 他可能以為是救星來了 欸 什麼事啊 啊 不好意思 我是記者 嗯 我現在好不舒服哦 哈哈哈哈 我快病死了 我高血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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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蛤 這麼厲害哦 所以呢 他也有擁有這種這個 一秒鐘裝病的這種本事 那還蠻強的哦 那本來呢 老實講哦 本來應該 他的人生是一個傳奇 可以稱為台灣經濟起飛繁榮的一個勵志的故事 啊 因為他從小在油行長大 哦 然後呢 靠著自己的能力 跟自己高明的手腕 嗯 慢慢的建立了一個油品王國 啊 如果這個故事呢 Ending是這樣的話 那很棒啊 對啊 很好啊 那可以稱為社會的楷模啊 是 典範 但是沒有想到呢 在他領老之語呢 竟然呢 爆發這個黑心油品的事件 各位 大家想說大統的油這麼多年了 為什麼今天才被爆發 原來才意外發現說 怎樣 他還是化學專家 真的啊 他的化學的功力已經可以 真的啊 報名諾貝爾獎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誇張諾貝爾獎 為什麼多年來有關單位都不能發現 因為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他本身從小在油行長大 所以他知道什麼油配什麼油 可以騙過我們那個GMP的那個 檢驗的那個儀器 國家不是有CMS的標準嗎 那這樣真的很二詞 儀器是死的 他告訴我們人是活的 他可以 這樣真的很好吃 他可以把這個 摻那個 摻那個 讓那個油裡面的脂肪酸 分佈得非常均勻 所以可以變過儀器 除非你用更均勻的儀器 那你們假如說 變得了儀器怎麼還會被逮到 這個天網會輸而不漏 因為呢 他把這些配方呢 寫在什麼地方 寫在A3的紙上面 他怕自己忘記 因為那個配方太過 太過精密了 對不對 而且全公司 應該可以說全世界 只有三個人知道這個配方 哪三個 一個是一個課長 另外一個是有話哥 有話哥 有話哥 不要亂說 另外一個是他的工作人員 那一定是 吃到油 吃到油 我第一次看到玉琳哥這樣 要量力而為 真的 玉琳哥 玉琳哥你是油吃多了是不是 還是怎麼樣 那能夠拚過儀器呢 可是呢 可是呢 因為他把這個配方寫在紙上 對 只有三個人知道嗎 那肯定一定是有人去報名 所以檢方是收到那張A3紙 才知道說 因為那就是證據了嘛 我也不用用儀器去給你檢測說 你餐了什麼油 因為上面都寫棉花籽油 葵花油 然後讓他等於 同業率數 他畫一個等於橄欖油 然後瓜湖百分百存橄欖油 所以 這樣真的很誇張耶 因為之前他有報告說 他賭錯的樹都枯了 所以代表說他怎麼 他的祖先都不秀 祖先不開心了 而且台灣近幾年來 生育率是不是急速下降 我懷疑跟那個油也是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你OK 我要去求償 因為他們說吃到那個油會不孕 對啊 沒有 因為我們都外食 外食還蠻加 所以我們外食的餐廳 一定都是一個 真的 所以玉琳哥選出最佳男主角 就是我們的高正麗 對 你真是太過分 來 志偉哥換你了 你就說 你說的 你打包票 你說這個答案 絕對比玉琳哥來得更有說服力喔 這麼厲害嗎 我們相信 我們有人家說 曾經評論這個人呢 說之前台灣是走了一個 找一個謀財的 後來又來一個害命的 就說這個是害命 蛤 誰啊 有人這樣講 就說謀財跟害命哪個比較嚴重 你們覺得 當然是害命啊 是不是 對啊 所以這個人我介紹答案 我相信應該蠻多人認同 唉唷 誰 就是很蝦 來 1 2 3 所以我要講 不是他蝦 這不是蝦 我們為什麼才是蝦 為什麼最像男主角會做 但是你這咖搞得太大了啦 對 所以你是不是 我覺得你走錯了 你就等於 你就等於大家在講過任好 唐志忠的時候 突然有人講了一個湯姆克魯斯 真的 你揭曉大家反應報該怎麼辦 我們講新聞事件嘛 你為什麼不是停車位不夠 唐志忠需要插人家的停車位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就是說 馬總統 當然他 我們講最近的這個 這不是關說什麼 才是關說 引發的九月政爭 你想想看 那一整個月裡面 新聞全部都被政爭佔據 有沒有 對不對 馬總統堅持就是說 我一定為了這個 我們不能讓有人要關說 迫害這個什麼體制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他講了很多的理由 去告訴大家說 我不得已的 但是 就是被人家講說 你就是在搞政爭嘛 嗯 然後反而搞到最後呢 傷到自己 然後那個真正 有關說的柯建民 有沒有 沒事了這樣 然後立法院空曉好幾天 一天我們要花480萬人民幣的納稅錢 真的 就看立委在那邊 人民幣是台幣吧 台幣啊 我講人民幣嗎 人民幣啊 你們是台幣啊 你們是台幣啊 我們是台幣啊 你真的要說一句 你真的要說一句 你最像圓一公公啊 公公萬歲啊 我在搞昏頭了 你們笑的燈太強了好不好 好 什麼言之 你不要選這麼重的 真的 我們不懷疑 迪公公可能油也吃多了 一天要花480萬納稅人的血汗錢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看到他這邊空檔好幾天 這一招我們絕對不會解決 然後還有委員在那邊幹嘛你知道 Candy Candy Crush啊 這會對氣死人 那你看這是誰造成的 誰 就是我們的馬總統 對不對就是馬總統造成的 因為其實你可以尋一個比較好的方式 你把它訴諸於媒體 直接出來然後大家就是會 引發這個政政是沒有必要的嘛 我覺得這也都算了 大家如果印象深刻的話 有人說這個不搞 總統你搞政治不搞經濟對不對 很多人都吃不飽啊 吃一個便當都吃不飽啊 馬總統他居然講說那就吃兩個便當啊 吃個便當吃不飽不能吃兩個嗎 這蝦不蝦 這個很蝦 再來一個蝦 漲電費總統怎麼辦 我教大家一個方法 晚上你可以把你們家的冰箱插頭拔掉 冰箱怎麼拔的食物會壞掉 不是你把冰箱插頭拔掉 那個冷凍不就融化了嗎 冰在裡面的食物不就壞了嗎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也許總統口誤了 因為他家是這樣幹的嘛 搞不好他家冰箱沒有東西啊 對不對 因為他都在總統府吃嘛 冰一些鞋子啊 對啊 然後 鞋子不是他啊 鞋子幹嘛 收集來的啦 不是說鞋子還是鞋子 鞋子啦 鞋子啦 不要亂講啦 其中有一隻還是陳維婷的 所以對我而言 就是說我覺得你諸如此類的這種 我之前是提馬總統的 大家要知道 上一次總統大選 小鷹強不強 很強欸對不對 那時候我心想說 我再怎樣也要去投馬總統一票 即便我上班 我都還要開完會 我要千里迢迢內胡殺到中和去投票 就是為了投給我們英明的馬總統 對不對 投了之後希望做得好 沒想到 唉 沒想到 真的很失望啊 吃不夠叫我吃兩個便當就好 還叫我把電冰箱的插頭拔掉 你蝦不蝦 對不對 這不是蝦請問什麼才蝦 歡迎回到哈新聞 剛剛的金蝦獎是不是很勁爆 明天有更精采的金蝦劇情片要公佈喔 敬請期待 那緊接著呢 我們來看實力派唱將女歌手 我會好好的愛你 傻傻愛你 不去計較 公平不公平 哈囉 哈新聞的朋友你們好 我是周慧 哇 實力派就是實力派 隨便cue輕唱就這麼好聽 美聲歌手周慧睽違兩年 換了新東加發新專輯 但是宣傳照一推出 馬上引起話題 因為大家都問這誰啊 網友問他誰啊應該就我吧 因為當天的燈光 是整個比較像主播牌的蘋果光 會打得很爆 所以他就幫我 凸顯了我的五彎 就是想要把我營造成 所謂傳統的龍眉大眼 所以我的眉毛也特別濃 你有畫到嗎 有啦 我都發現我的眼睛裡面 有兩顆星星了 就這兩顆星星 確實是讓我的眼睛看起來 更閃亮更深邃的感覺 對 對 哎呦 果然打滾娛樂圈14年了 這點小風浪完全不影響周慧